大家好,我是阿炬 咱们今天来看魔女的条件 大结局的故事 上一期结尾 就在魏芝摔倒无助的时候 小光冲了回来 历经般若的魏芝差点流产 医院建议她拿掉这个孩子 如果不人工流产的话 就会对母体有很大的伤害 但是魏芝似乎并不想 失去这个孩子 小光的妈妈得知魏芝怀孕了 两人又重新在了一起 再加上丈夫留下的医院 被外人侵占的打击 静子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 小光放心不下特意去陪母亲 静子给小光做了晚餐 还说了很多有关于小光爸爸的事 绝望的静子在葡萄酒里下毒 决心要跟儿子一起去死 就在小光马上就要喝下毒酒的时候 静子打翻了酒杯 小光马上意识到不对 赶紧把酒倒掉 小光陪了静子一夜 可醒来的时候 静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着急的小光打电话给魏芝 魏芝想起了小光爸爸画的那幅画 他赶紧去到了海边 果然静子正在走向海里 魏芝不管不顾冲进海里救静子 不是我说 女主怀孕之后真的好惨 追车算什么 现在还要冲进海里救人 哪怕救了人家一命 人家也不一定领情 静子醒来看到魏芝就情绪激动 小光跟魏芝说 不想再让母亲痛苦 可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们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魏芝伸出手 就像他们当初一起从学校逃走一样 魏芝希望小光能够放弃一切跟他走 讲真 看到这里我迷惑了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 怎么满脑子 还是只有不管不顾的私奔 显然小光已经长大了 他希望能找到让大家都幸福的方法 没有答应魏芝 于是魏芝提出了分手 虽然对于女生提出分手的行为感到迷惑 但是女主把他们的回忆一件件讲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没能忍住流泪了 轰轰烈烈的爱情是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的 魏芝决定重新做回老师 在面试的时候他诚实的说出了离开之前学校的原因 自然大多数的学校都是不会雇佣这样的老师的 但是有一所学校的面试老师 很佩服魏芝能够诚实的说出来 希望魏芝能够帮助自己 一起引导学校里的不良学生走上正途 小光去到美术馆 意外碰到了带学生来参观的魏芝 魏芝告诉他 现在他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小光不理解魏芝 为什么非要分开不可 他觉得魏芝已经不再爱他 不再需要他 小光的离开让魏芝心痛不已 本来就不堪重负的身体 终于出现了问题 醒来后 童子告诉魏芝 如果他不做人工流产 会对他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母体和胎儿只能保住一个 魏芝的妈妈知道他 绝对不会同意打掉孩子 于是找小光 希望能说服魏芝 也许是同为母亲的身份 静子被魏芝妈妈的话所感动 终于想通 用尽一切办法把儿子留在身边 那并不是爱 只是占有欲罢了 而魏芝在小光陷入两难的时候 选择了主动放手 是因为他深爱着小光 不愿他再为了他而难过 静子觉得自己输了 输给了魏芝对小光的爱 小光赶到医院 以父亲的身份 同意医生打掉孩子的建议 可魏芝知道后情绪激动 让小光不要再管他的事 魏芝的爸爸来到医院看望魏芝 跟小光聊天的功夫 魏芝就不见了 小光出去寻找身体极度虚弱的魏芝 他求小光留下他们的孩子 两人回到了第一次结合的学校图书馆 此时的小光可能还不明白 为什么魏芝非要留下这个孩子不可 我认为 这个时候的魏芝根本就不知道 小光的妈妈已经接受了他们 所以他心里觉得 两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继续在一起的 如果这个孩子没了 他就失去了与小光有关的东西 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 所以他说他不是在等待奇迹 如果有的话 也是爱情意志和勇气所创造的 两人将戒指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象征着正式递接约定 前面说丘格斯戒指的时候 就有说到 传说中女人的左边有不好的东西 男人将戒指戴在女人的左手上 以驱赶那些不好的东西 保护女人 小光第一次改口叫魏芝的名字 魏芝在幸福中失去了知觉 最终孩子还是没能保住 魏芝也陷入了深度昏迷 医生说 醒来的可能性不大 绝望的小光想带着魏芝一起训情 正当他准备按掉呼吸机的时候 沐芝给了他一封信 说是老师很早就准备好的 一旦小光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 就拿给他 魏芝早就意识到了 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多久 所以提前准备了这封信 魏芝留给小光的这封信 给全剧点了题 自由就是自己存在的理由 只有找到自己 魏芝喜悦和坚持的事情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而自由的国度 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 只要活下去就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也只有活着 一切才有意义 带着现在的思维 回头再看这部二十几年前的经典老剧 难免有一些无法理解和无法认同的地方 但对比同期的影视作品 我们不难发现 那时候的爱情剧推崇的 就是义无反顾 轰轰烈烈的爱情 就像现在 回头去看穷妖剧是一个道理 不能以现有的思想去评判他们的好坏 当时魔女的条件 因为其大胆的师生姐弟恋设定 引起了日本国内极大的争论 可尽管如此 她还是拿下了当年的收视冠军 魔女的条件 看似是一场彻底的爱情颂歌 实则 她所表达的内容 却不仅仅是男女之情这么简单 我们从她的名学说起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 这个名字跟剧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前面我就说过 这部剧中用到了很多次 关于中世纪欧洲思想的文化和元素 而魔女一词也源于欧洲的巫女 那个时候的欧洲 为什么会被人称为巫女和魔女呢 就是那些违反教会思想 做出异端行为的女人 教会教徒为了铲除异己 常常用巫女和魔女来污名化女性 把不乖乖听事的女性处以极刑 称为魔女的审判 而未知成为魔女的条件 就是她突破世俗观念 大胆爱上自己学生的行为 为此她反抗挣脱父权家庭 最后甚至可以选择脱离小光的爱 真正做到自立自强 而她的勇气和行为 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女性 比如一直支持着未知 坚持自己想法的妈妈 一辈子都生活在父权家庭中 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钢琴梦想 面对未知爸爸一味将自己的意愿 强加在别人身上的行为 不敢说 更不敢反抗 直到一向乖巧的女儿 为了自己的爱情反驳父亲 她开始意识到 顺从并不能得到尊重和幸福 依然决定离婚 虽然最后没有真的离婚 但是父亲开始反思 家里买了钢琴 比如一直嫉妒着未知可以拥有一切的童子 在看清阿大根本不会爱他 自己也因为背叛了未知 失去了未知这个朋友之后 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准备回乡下随便相亲找个人结婚 在他的观念中 不依附于男人 自己是无法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 但在未知的影响下 童子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决定要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 以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城市立足 比如被家庭暴力所迫害 被未知和小光解救的幸运少女 穆夏 在未知的影响下 找回了生存的勇气 决心考入东大法学院 以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社会 剧中也不乏被父权思想荼毒的反面人物 那就是小光的母亲静子 静子一生都活在男权思想里 丈夫活着的时候依附于丈夫 丈夫死后又把所有的爱和注意力 全都转移到了儿子的身上 甚至因为儿子越来越像丈夫 而产生了扭曲的爱意 在医院里 依附于那位医生 为了保住丈夫留下的医院 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 跟不爱的男人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静子一辈子都在为他人活着 从来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当然 最后静子终于找回了自我 做回了护士的老本行 看着母亲有了自己的生活 小光也由衷的为他高兴 小光在未知昏迷的这段时间 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去夜宵学习 他期待着未知醒来后 能看到一个更好的他 虽然现实里没有奇迹 但是在小光和未知的世界里 就像未知所说的 奇迹是爱情 意志 勇气 共同创造的 片头中 两人脚上的镣铐 最终在他们的勇气中化为乌有 他们真正的到达了 他们心中自由的国度 好了魔女的条件完整般解说 到这里就完结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哦 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解说 欢迎评论区留言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后会有期